太阳质量逐渐减少,地球或正在远离太阳,再次证明相对论的正确性文心轩太阳是我们所熟知第一颗恒星,它每时每刻都为地球输送热量与光明,太阳之所以能够发光发热是因为其内不清原子的质变反应,不断的消耗氢元素,还要向外释放能量,这就意味着太阳的质量只逐渐减少的。 虽然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我们可能感觉不到。 众所周知,太阳的质量是地球的33万倍,减少一点半点对太阳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量变会引起质变,太阳质量一点点的减少。 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说,会导致太阳的引力逐渐减小,从而使太阳系中的行星逐渐远离太阳,甚至在太阳引力减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某系行星就会挣脱太阳的束缚。 当然这个变化是十分为妙的,过程是漫长的,太阳已经燃烧了将近50亿年的时间了,至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大的变动。 但是,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有细微的变化,离太阳最近的水星成为科学家们的重点研究对象。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水星的运动轨迹变化来计算太阳质量减少的程度以及趋势,进而估算各个行星受到太阳引力的变化,以及远离太阳的情况。 科学家趁有数据显示,太阳在主序星阶段可能会减少0.1%的质量,各行星的运动轨迹会有较为明显的外移,每年在一个天文单位趁可能外移1.4到1.6厘米,每年只有不到2厘米,看似很小的移动,但是时间长了就会有明显的效果。 研究人员说,在50亿年后,地球可能会向外移动7万5千千米,就会对地球上的温度等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次的发现也进一步的验证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可以看出爱耶斯坦的学术眼光是具有前瞻性的。 而太阳在数十亿年之后进入老年期,逐渐散弱,进入红巨星阶段,将会丢失更多的物质。 我们知道那时太阳会瞬间爆,发出极大的能量,但是因为各个行星被指的外移,地球可能会避免被吞噬掉的危险。 当然就算没有被吞噬,太阳一旦消失,地球上的生命也基本无法存活下去了。 对此,各位网友有什么看法,欢迎在留言。 喜欢的可以关注,本文图片,如有请联系作者删除,本文为作者,谢绝,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